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大江小路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到Montanilo的三顶Sky High去吃晚饭 Montanilo是墨尔本东南区特别出名的一个景点 上面的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 所以趁这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机会 也带大家去看看山顶上的风景 那我们就出发吧 这里是BBQ烧烤的炉子 如果说自己带了吃的上来可以在这里烧烤 上面就是我们刚刚吃饭的餐厅 这边还有一个烧烤炉 然后这里有一些座位是给人坐下来吃东西的地方 有些人坐在这吃东西 这里有一个Sky High的牌子 然后这边有一个咖啡馆 大家都坐在夕阳底下喝咖啡 特别的惬意 这个大椅子是Sky High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上面是我们刚刚吃饭的餐厅 很多的人 在Sky High的高处 我们可以看到大半个墨尔本 大家看见远处这一片高的建筑了吗 这就是墨尔本的市区 在这里看到了一颗雕像 在这个柱子的正面是一个老头儿的脸 上面有一个好像是老鹰一样的东西 然后叼着有烤拉 下面有袋鼠 中间好像是有鸭嘴兽 像一个图腾柱 也像一个 嗯 你们懂的 这里还有一个迷宫 但现在好像已经关门了 这是迷宫的收费价格 成人7块钱 小孩5块钱 老人也是5块钱 一整个家庭 两个大人两个小孩的话是18块钱 4岁以下的小孩不用钱 我们绕去迷宫的后面看一看 这里是刚刚迷宫的路口 这个应该就是迷宫的外围了 我估计迷宫都是由这种树丛围城的围墙做的 好像迷宫也不是特别的大 就到这儿就停止了 在迷宫的这一边 有一口许愿井 我们去看看井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很脏的水 看井边上写着 扔一个硬币进去 然后许一个愿望 所以我估许愿井就是这个景点的一个收入 在许愿井的附近还有一棵许愿树 这棵树还是挺大的 这个许愿树还有一个小故事 就说1990年左右的时候 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这片树林里面失踪了 这个地方原来可能是一个原始森林什么的吧 他爸爸就去找他 找到这棵树上的时候 他爸爸就对这个树许了个愿 希望找到这个小男孩 结果他就在这个树的树洞里 发现了这个小男孩 然后从此之后 这个就变成了一棵许愿树 难道他说的树洞是这一棵吗 Sky High也是一个看夕阳的好地方 很多人在这个附近看夕阳 映射了半个天空的夕阳 是多么的漂亮 现在夕阳已经下去咯 我们也要回家咯 下面我要开始挑战 Dontas的干净兰州拉面的 42厘米直径的这个兰州拉面了 特别大的一盘 比我的口味要大 大概三四倍吧 好了 我们开始啦 你不是要要吃完吗 都吃完 都要吃完 对 吃了糙 我给你加油啊 耶 人基本上胃30分钟以后感觉到饱了 所以你尽量30分钟吃完 就能吃饱了 然后30分钟之后就爆炸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那个厨师有个选吗 要不要给你选 我选了呀 我选最初的 我在挑战 我感觉我想放点醋都不行 可以吧 不能放好多醋 不是 不能放了醋啊 我想要把你挑战成功 我在吃一个 我觉得他这个大约有三个 你面的量吗 不是 五个 只有五个 我吃了 剑剑要不然来一串 那我先吃了啊 吃一碗吃一碗 虽然失败了无所谓 但要遵踪这个米饭 哈哈哈 好酷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个很嫩 哇 我今天影片都没吃完 现在有保护感 有了 没有了 这么坏 要我给你点净的吗 不是来捣乱的吗 这是脸盆啊 不是碗 这是棗棚 他不是说可以放个小孩 我们的锅都没这个大 因为我们的锅是28厘米的直径 这个是42厘米的 对啊 他刚刚不说可以放个娃娃在里面 小孩都能放进去洗澡 这是个棗 我现在已经8分饱了 哈哈哈 我现在已经9成饱了 哈哈哈 在22分钟的时候我已经吃不下这个面了 这个面还剩这么多 挑战失败 我们已经吃完面回家了 今天我们去的那个商场是墨尔本东区的 董卡斯的 它里面新开了一家拉面馆 他们做了一个活动 叫做挑战大碗面 如果说你能在45分钟之内把那一大碗面都吃完的话 这碗30块钱的面会免单 然后他们还会给一个50块钱的抵径券 之前我在小红书上看到有很多女生都挑战成功了 所以去之前我没想到那个碗会那么的大 去了之后发现真的实在是吃不下太多太多了 我现在都撑的不行 都已经顶到这儿了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哦 再见